好,现在做一个视频吧 因为写起来比较困难 我想有些问题呢,因为时间关系呢,有些来不及 来不及讲的那么,就写的那么快 我今天比如说,今天讲了一个概念 国家困难的问题是什么 解决这个2021年中国最大的问题 应该是解决台湾问题 我觉得,两会和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 设置了很多议题 包括十四股计划的堪训之年 开好主义信号部 还有一个7月1号,中国共产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但是我觉得,对于国家来讲 对于习近平,特别是习近平国家主席来讲 最重要应该是在任内解决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不能再一拖,拖到下一代一代往下拖 再拖到下一代去 这个职权法有一句话 政府的职权,对于政府来说 法律给你的你就有,法律没给你的你就没有 比如说这个,其他人,就是国家统一这个权力啊 台湾没有这个权力,国家独立分立这个,它没有这个权力 但是第二个呢,职权法又可以有第二成绩的 法律受给你国家主席的权力,你要做好 这个跟老百姓的权力不一样,老百姓有个自由财量钱 自由处分钱,但是国家主席他没有这个自由处分钱 就是你在这个任内,必须解决台湾问题,国家统一问题 所以你虽然提出了,几次提出了,国家一定要统一,必然要统一 但是这只是听众在口头上 你2019年你提出了一个,这个一国两制的一个解决台湾问题一个解决方案 但是实践证明这个东西没,就是没执行通 就是没执行港,不符合台湾人们的需要 就是一国两制不能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一再的 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证实了 我在1998年的时候,就给中央的,给江泽民就提出来了 一国两制不能够解决台湾问题 因为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国家认同的问题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一国两制呢,它是一个对此吉彼的问题 你留下一个非此吉彼的问题,就是非此吉彼的 要么是中华民国,要么是中华人民共和 要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在大陆,要么是中华人民共和 你留了这么一个陷阱 所以邓小平在这个另外一个最大的陷阱 一国两制不能解决台湾问题 你在台湾,允许台湾驻军 这个驻军就代表着一定的主权了 军队它是一个军队要,飞机要,这都是宣誓主权了 有这么一个宣誓主权的一个噱头,一个隐患 它就有一个战三为王的一个机会 所以一国两制在台湾,绝对行不通 我们知道现在还在,如果还在1919年 1919年一直都在讲,全年都在讲 同时那个政协会议也是,部署的采访工作 国台办部署的工作也是以习近平这个 2019年这个对台湾工作 发表40周年的讲话为基调 到现在基本上还没有改过来 所以习近平还有江泽民共和共和党 基本上在西非城市,就是基本上还是坚持 只有邓小平理论,没有其他的理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共富之风,一个行而上学 这么一个,还有这个领导权位说的话就算 为殊为上,这么一个思想 一个共化的思想就阻碍了这个思想的解放 现在问题就出来 问题,什么是问题我刚才说了 问题就是你设计这个差距 设计这个概念,一国两制的概念和现实问题的差距 矛盾,不可调和的矛盾 变成现在形成了对抗性的矛盾和冲突 我们再说得深刻一点,一国两制是一种自交系的 自交系就是遗传性的一个自交性 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美国这种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个自交系 现在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自交系在打仗 到底谁能打过谁,谁能打过谁 这个七十年没有解决 而这种情况下呢,我就提不来了 要跳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谁争正统 不是这两个争正统的问题 在美国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随征总统这个权力,全体权力的问题 就是赢者通斥,在中国也是赢者通斥 过去蒋介石抗战的时候就赢者通斥 那时候就是1945年的时候,召开国大的时候 就想把我们共产党给吃掉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后来就 就采取了一个优惠的政策 就转战南北,然后就变成了先游被动 然后就变成了三大战役 然后就渡江,最后就把蒋介石 就搬起石头,把蒋介石弄到台湾去了 这个战斗,这个内战的状况到现在没有结束 这就是中国的历史 现在还是一国两制的自交系 自交就是内部,玻璃洞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国在玻璃洞 被此几笔,台湾那个李登辉,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国在大陆 中华民国在台湾,这都是自交系的一个方法 联合国宪章给你规定了,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国宪法也给你提到了,1911年 中华人民共国就是中华民国的延续 中华人民共国就是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国政府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谁受制权,这个权力来自于联合国大会 所以说这个叫职权法,这个联合国受给你这个权力 受给你国家主席这个权力,你就要去执行 过去我们没有能力执行,或者是我们执行不到位 后来经过这个改革开放的40年,这个问题呢 现在到了这个问题,现在有这个实力了 但是在理论上呢,又没有解放 我今天提出来,现在美国呢,这个是个媒人 这个大媒人,他是一个,他是穿插在中国 两岸这个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大陆和中华,就是台湾当中一个媒人 他不是要找他做媒人,他是个媒介 我们说,有的时候叫做春华基金也好,那个什么 他是个媒介,他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他希望你们不要,永远不要,他牵制你,永远不要统一 他永远可以,永远可以在这里的,得到他的既得利益 那么,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媒人呢 他的媒婆,他就为了要这个,这个彩礼 或者是要这个,这个,要这个,买这个性我钱 他也不,同时要达到恶制你这个,中国这个崛起这个,这个这个目的 没有,没有更好的一个,一个方法了 因为,从第一岛链,日韩这个条约,它不能够直接的构成这个对大陆的媒介 台湾呢,所以说,它是一个笔尖,它也是个尖刀,刀尖 它这个刀尖的话,也在刺痛这个中国大陆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和平崛起这个,这个市场 我们说呢,我一再的就,提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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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就是,我们把这个自交系,变成一个开放的,把美国拉进来 这个就不是自交系的,就是三角形关系的,这个三角形的一个稳定性关系的 美国不是想要把,在这里的,已经得到了40年的好处,或者70年的好处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问题,看到这个破绽,幕后的黑手,我们就要把这个,把这个,叫做 以独攻独,诗人长计,以之一,因为美国的长期的介入,而我们呢,就往往是,只看到我们,大陆和台湾这个矛盾,当中在背后的支持,而没有把它看成一个解决矛盾的对象,没有把美国,这个思想就没有把美国做成这个,我们叫做,请军入翁,或者叫,以林为鹤,以四海为鹤。 我们以美国为鹤,我们以美国为鹤,就把这个,台独这个,不愿意做中国人的祸水,引到美国去。这个问题,一面之长,以一之一。过去呀,这个历史上,中国历史上有很多那个,这个以一之一。弱者分化瓦解。强者,弱者呢,把它, 把它,化为自己在,就国家统一了。强者呢,我们就把它分化瓦解。现在,如果美国和台湾勾结起来,就变成了强大的东西。我们把它分化,把这个东西分化,分而自知,我们就会把它,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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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独和独裁的祸水,引到美国去。这个叫,分而自知。 我这个策略,我这个策略就是这个策略。那么台湾呢,国民,现在国民党和民进党要抱成团。那么台湾这个就是一个,啊,就这个,刺猬。 所以,我们也要把台湾这个,啊,这个,支持台独和,和独裁的这个,分化。怎么分化,怎么分而自知,怎么把它分,分而自知。这是,这是中国大陆的,14亿人应该考虑。 你如果,你,你用会台政策,也好是,或者打压也好,你只能使他们,啊,更,一个,你会台政策,绝对,大陆这个钱好赚,好欺负。 大家,坑蒙拐骗也好,监讯诈骗也好,还有这个卖盆头也好,总之,总而言之,台湾那个,在利用台湾这个市场经济的,还有,啊,那个坑蒙拐骗,那个诈骗的形式,啊,还有那个金钱的贿赂,那个黑金的方式,来辅持大陆的干部。 这种,处随三户,亡情避暑。就,中国大陆如果法制不健全的话,它这种,台湾这种奸商案,啊,就像,就像,就像这个,这个,这个,就把中国这个,腐蚀了,能把你中国的腐蚀了,一点一点就腐蚀掉了,啊,所以,你反过来,如果你要,中国想要强盛,第一个是,党要强盛,你作为一个执政党,你要,你要,你要进行不断的,啊,那个,反对。 另外的,整对这个国家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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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的法制。关键是,因为大陆的底下的基层人员,他没有处理台湾的经验,没有处理台湾这个政权的变化,怎么样的民主啊,怎么样的利用民主选举的方式啊,怎么样的拉拢干部,怎么样的促进一下水。 这方面的,政治经验,政治斗争经验,还有选举斗争经验,民主斗争的经验,要比美,台湾那时候,这个,接触都把,这个,城市要,大陆要单纯一些,当然美国很复杂一些,但是美国在某些,某些方面也比较单纯一些, 那么我们把这些人呢,就是以一制一,那么我们觉得呢,一物降一物,最能够治理台湾人的,就是美国人,日本人,因为,日本人对台湾来讲呢,就是二种公民,台湾人到了美国也是二种公民, 他就会感觉到,啊,他应该怎么样来说,说法。台湾到了大陆呢,也不是一等公民,也属于二种公民,所以到哪儿都是二种公民的话,他宁肯选择去美国,做二种公民。 现在也许,像杨恩泽,啊,还有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很多人哪,变成一等公民,这一等公民,所以说在台湾呢,台湾人到了美国呢,可能会有促托的知识,啊,杨真伶,啊,这些都是从美国去的,包括我的那个衣服,啊,张光直啊,这些都变成一等公民,啊,在美国呢,成就了自己。所以,美国这个二种公民也不是绝对的。 但是臺灣人不願意和中國人的大陸結合 他寧坐鳳凌 寧坐低頭不坐鳳凌 所以呢 他既然是這麼一個心態 習近平已經應該 各個對臺辦 你就應該考慮到 對臺政策呢 對臺政策呢 就不能夠一味地堅持地會臺政策 我們幾十年不變 一國兩制多少年不變 這個都是宋相公 宋相公的一種儒家的一種 那種俘虜啊 就是酸 就是愚昧的一種不不自封的一種自大 過分的自信 所以呢 我剛才講了 就是要去開放 就是有個開放的心態 不要把 製交器就是把臺灣人就把 我一定要把這個臺灣人攬回來 一定要把他說布教育好 一定要把他兩千三百萬 臺灣人把他同化過來 這個難度太大了 這個難度 因為他的教育 他從小這個教育的 臺灣就跟大陸是敵國 那誰能把他教育過來呢 美國可以把他教育 他事實能把他教育過來 最後他不得不跟 在這個屋簷下的時候 中國崛起的時候 他不得不 不得不那個 做生意 不得不承認這個大陸 是代表臺灣的唯一合法政府 你這樣子 就把這個道路 教育問題就解決了 把這個教化 同化 臺灣的問題就解決了 還有一個第二個重要的問題 我講第二問題 臺灣的民選政府 或者臺灣的縣政權 不管是國民黨政權 也好是民進黨政權 或者是第三黨政權 都不可靠 因為臺灣人 治理臺灣人就不可靠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臺灣 這個政策就是不相容的 這個懂得這個概念 因為你是中華 你將來未來的政府 從以後的政府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 代表臺灣 那麼聽不聽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政府的 香港的這個例子 香港的這個特殖政府 就是一個簡單的例子 香港的司法是臺灣的 要是英國的 它的人員的教育的素質是英國的 它的本質上來講 還是認為你中國大陸那一套 共產黨那一套 不是好的一個政策 那臺灣就更是如此了 所以說統一以後 不能夠實行一或兩制 也不能夠實行 臺灣人治理臺灣人 這裡有什麼辦法呢 就是移民 中國 中國歷代王朝 都是移民來解決這個 很多一個地方的治理問題 四川 兩湖兩廣 四川那個叫什麼 叫什麼 蔡平天國開始 鄉親力鎮壓著 把四川人都殺完了的 然後 就進行兩湖兩廣 全四川 還有很多地方 包括這個中毒扶桑 那個中原大戰 中毒中原 人們回來都死的差不多了 人口的需要就是移民 從中原地區向南方移民 這也是一個大的移民 有歷史上有很多 我這個就沒有具體統計了 都是往往都是移民 美洲的建設 也是靠歐洲或者非洲和亞洲移民 去把那個更換了原住民 那個Indian 這個落後的文化 所以移民是創造 這個推動歷史進步的一種 一種社會的選擇 必然的結構 所以我在這裡呢 今天就給兩會提出來 三十六計移民為上 三十六計台灣一國一制為上 這個一國一制就像 我們 我們的一個省 因為這個省的概念就是征服的概念 台灣的問題必須要征服 就是中華人民國征服了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 這個征服不是說是一個 不單純是一個武力的征服 而是一個主權的征服 征服就代表了一定的強制性 這個強制性就是說 你得接受我這個中華人民國 代表台灣這個主權的一個形象 你同意你就在這裡 就是你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你不同意你可以走 必須有這樣的循環和重量 他不同意就走 同意就留下 這個就叫做選擇 你可以人就是尊重他的人權 你可以選擇留下 你可以選擇走 你不同意就走 就像結婚一樣 你不同意你就走 因為這個地盤是我的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的 如果你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完成這個交接 征服這個過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在台灣住居 這個就不存在一個完整的基礎 所以必須要在台灣住居 住居的要解決這個 就是針對這個目標 這是我們確立的一個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我們確定的這個目標以後 我剛才講的都是為什麼要 要住居 為什麼要過海 為什麼強調一國一制這個道理 為什麼2021年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你不解決這個問題 兩岸問題永遠是在那裡解決不了 越拖得時間越久 對中國的這個和平崛起 對中國的發展越不利 對中美關係越不利 台灣問題解決了 反而對中美關係有利 而且利益比現在台灣買那個 軍火的利益要大得多 這個問題 美國也要想清楚 拜登也要想清楚 我們也要講這個故事講清楚 而不是說我們一味的講我們怎麼怎麼有利 你要從對他怎麼怎麼有利 你要告訴他台灣移民對美國的這個建設怎麼怎麼有利 你要告訴台灣的帶著技術去帶著產業鏈 帶著什麼5G 你要告訴台灣人民去建設 建設 建設 共同建設美國 是怎麼怎麼怎麼有利 要換從這麼一個角度上來講 而不是講甩包拱 台灣這些人 是大陸的這個難民 這個就 這個講法 或者是大陸製造的這個壓力 可以產生的難民 而是因為它不同意 你美國的 因為是根據美國的台湾關係法 台灣人民 這1800萬人民 當時是1979年 1800萬人民 有和美國人民這種 享受這個法律 同樣一個待遇 美國法律這種待遇 這個中國大陸要想到 美國的台湾關係法 美國台灣關係法 它的適用範圍 那就是適用在美國 你就讓它 台灣人 它如果在這個 台灣關係法的保護者 那麼就是在美國的保護者 那麼就要在美國來實現 這種保護的權力 你不要把這 這180萬人 當成你 完全是當成你的一個資源 你把它當成是美國的資源 你把這個 台灣這個土地 因為這個 台灣關係法 它承認 這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就是 這個就完了嘛 台灣這個土地 領土領海 是中華人民共同國 代表中國的 這就把它細分了 把這個 台灣關係法 就分成了兩部分 一個是土地資源 一個是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 它願意去美國的 那麼OK 它就細分了 它願意留下的 這個人力就分 就像我們搞 過去搞這個 人力 物以類居 人以區分 就把它 人的分成了積極 我們現在把 一個是 你願意承認中華人民共同國 和願意承認 那個這個 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同國的 台獨和獨裁分子 你這樣子 他願意到美國去 就到美國去 願意到日本去 就到日本去 它 原來的日本 留下的30萬 我們現在給它30萬 和200萬 每個 他們日本願意接收 就接收了 這個就把它細分了 市場 人力市場 人力資源 一經過細分 就水樂石出了 我們分而至之 分而至之 這個時候 根據不同的人 我們採取不同的對決 這就 這就使 使我們的 對台政策 就更加的具體 更加的 有針對性 這個 這個 台獨的問題 獨台的問題 就營運而進 我們在這裡搞得不清楚 做得模糊的 就 籠統地講 兩岸一家親 中國人不打 中國人 這裡面本身 就是一個 敵我 敵我這個 路線不清不楚 蔡英文 和這些民進黨 天天在喊 兩岸是敵我關係 是敵我 你天天在喊 兩岸一家親 你是自己騙自己呢 還是自己 自欺欺人 還是忽悠自己呢 聰明的人 就是要看清楚 這個問題的細節 你要把這裡有一部分人 留願意 願意這個 現在是 願意和中國大陸走的 越來越少 就算 黃志賢 還有 邱毅 馬彥九這樣的人 都是搖擺的 張亞中 我本來以為他是一個 統派 他也是在搖擺的 他也希望能夠 台灣能夠保持治權 新黨 新黨現在也在分化 除了文明以外 大家也在搞那個 現在 獨裁化 所以 這種情況下 就是因為我們的 一國兩制政策 給他製造了這麼一個 臺灣人自己 臺灣這麼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假想 臺灣人自己 臺灣就把臺灣給製造 糟了 這就是把中國大陸 搬起石頭 砸了自己的腳 一定要 大陸一定要移民 重新 這個 這個 臺灣自己 一定要操作在大陸 中央政府 而不是操縱 操縱在臺灣人 這個 經過這個 這麼多洗腦 和這個對抗 這個 中國大陸對抗 和這個 和這個 共產黨政策 對抗 你何必自己 找這個麻煩 共產黨現在 也不是說這 我就非必要執行社會主義 我現在就 整個來講 都是國家資本主義 改革開放以後 就是國家資本主義 這個是一個問題的本質 要洞悉這個本質 就告訴你 中國大陸 只有中國 操縱在 我們 我們說的 正確一點 就是操縱在 中國大陸 中央人民政府 或者實施於 中國人民的手中 或者是跟 中國共產黨 保持一致 從 那個 這個情況下 才能夠保持 臺灣的本性 否則的話 搞個獨立幫國 小的 就在一個香港 都會給你製造成 製造成 這麼 這麼大一個風波 都會變成 美國 或者 就是反華的基地 你不要說西藏 新疆了 對吧 所以這個問題呢 就是本質 這個已經 已經 到了 這個問題 問題已經 第一個 發現問題 洞悉問題的本質 就在於 一個國家 誰來領導 哪個是 執政黨的領導 就詳細性 穩定性 第二個 針對這個問題 制定目標 目標就是說 我把這個資源分 分析了 我可以把 這個土地是我的 新疆 西藏 整個這個土地 包括中華民國的土地 我是有全部集成 現在 中華人民國就是法人 國家主席 就是這個法人的一個 形象代表 法人代表 人格化的一個代表 我們 我們剛才一抬頭說了 法人代表它是有任期性的 它的產生 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它應該有任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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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不要給台灣人民 或者全世界人民 看上去是一個終身制 或者皇帝制 終身制就是皇帝制 所以說我們要 習近平有個緊迫感 2021年 你必須得完成這個歷史任務 為什麼我們這麼急切地 給習近平來講一個道理 習近平你不是因為你做了很多的貢獻 你攻打一天 你可以跟毛澤東相比和鄭老平相比 你就可以連任 這個是個制度 你破壞的是個制度 破壞的是取緝移民 2021年 你解決不了台灣問題 請你下台 你下台的時候 李克強或者繼續按照這個來做 或者按照另外一個 按照大海這樣的 一國一制來做 因為你不下台你就站在那 你本身就是個障礙 你一定要一國兩制來解決台灣問題 而一國兩制來 你再過十年也解決不了 所以你就阻礙了 這個 原來說阻礙生產歷史法 你就阻礙了國家統一 不是說你在喊著 你喊著國家一定要統一 而你實際上現在是你在阻礙國家的統一 那為什麼呢 你在推行的台灣人管理台灣 你在台灣 你在台灣 對台灣的五個充分 你在破壞這個一個 一個國家 這個 單一制 你在製造台灣人 和大陸的分裂 這個問題是很 這個問題的本質 我們 這個是很清楚的 而你反過來 你把台灣人給放出去 這個就是你的循環 因為你的循環是循環天下 天下一家群 天下一家群 這個就對了 天下一家群 美國也 中美一家群 因為美國人 原來是印第安人 因為你現在 我們把這兩千三百萬 就說你兩千三百萬 都給你美國 我們也可以 中國 中國也可以 也可以 繼續 和平發展 和平崛起 而美國 你需要的 你現在第一批 四十萬人 走了 我們四十萬人 台灣人四十萬人 補充你 而美國呢 他願意不願意 說美國當然願意了 第一個 這些四十萬人 是帶著 帶著錢 帶著資產來的 帶著資源來的 第二個 這些人 素養 不低 台灣人就 文化教育 還有中國素質來講 包括那個 芯片的生產 他是帶著生產力來的 第三 他帶著感情來的 因為這些人都是 都是被美國親 就喊著美國的親爸爸也好 親媽媽也好 跟美國這個 特朗普最親 跟著美國的這個 政治民主最親 跟著美國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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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念最親 最接近的 你省了很多教育 但他缺的教育就是 Vanese Individual 他就是 法治化的接近 還不清 經過稍微一個提電 就可能會變成 一個合格的美國人 所以 從這種情況下 我們叫為冤屈於 為從屈屈 給美國 收送你美國 需要的民主 民主價值觀的人 這就是 美國人來講 這個就巴洗不得 你不是給他一個 單純的甩包袱 這個一個 我們也不是說 現在非得要製造成一個難民 另外我們現在沒打 我們現在跟你美國 現在和談 來解決問題 就告訴你 我首先 習近平你要和 拜登第一件事談什麼 就談台灣關係法 首先問題 不是談那個 那個疫情 我就跟你談這個 台灣關係法 疫情防論 但是他們那邊從那個哪 你跟談疫情連防 我原來想的 解決疫情的連防問題 疫情連防問題 他不對你 因為 特朗普跟你宣傳這個 你們甩鍋呀 這個幹什麼 你給他解決不好 出力不倒好 他不求你 你不要去 去給他 給他解決 因為他沒有解決 你解決了 反正一些問題都早餐 你這個藥物 疫苗不是不合格了 疫苗不生效了 因為他要解決 他要用他這個 相信他這個 自己的生產的疫苗 所以呢 你第一個你跟著談 我跟你談台灣關係法 談六小法 我跟你談 你美國應該承擔什麼責任 就是 以臨為貨 就是把這個 這個貨水引到美國去 你其人都知道 還在其人之身 這是你習近平 2021年 你2021年 你一定要解決 中美關係問題 中美關係問題 一定要解決台灣問題 首當其中 核心利益就是台灣問題 所以你要做好這個準備 在你的報告當中 在你的這個 從那個年初到這個 到現在這個 一系列的文章上 我沒看到你 對這個 中美關係 或者解決台灣問題 台美關係這個法 因為他跟你提出來了嘛 你沒有提出來了 一個有效的 能夠探索達成一致的 政治談判的一個要素 就是說 你中國現在還沒有掌握到 這個本質 中國還在考慮 因為台灣是我自己的主權範圍內 你沒有考慮到 你既然把這麼樣子 把台灣問題看成是美國的國內問題 那我就把你的 這2300萬 台獨分子 獨臺分子 我就看成 把你 就給你 就變成你的國內問題嘛 你既然是國內法的問題 那我就把你變成是國內的 你美國國內的問題嘛 這個問題 就知道這個叫做 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嘛 這個力學也好 邏輯也好 關係都是非常clear的 對吧 這個問題解決了 這個就是針對問題 我選擇目標 目標選擇好了 我下面的工作就好做了 你們在中美之間 政府之間 你簽訂了這麼一個達成一致 你接收的1800萬 你哪怕是第一批接收40萬 一個象徵性的 就啟動了這個 啟動了這個目標 目標管理 目標管理就是 這是一個成功的策略 然後我們找途徑 途徑就是什麼 你這40萬當中的具體問題 你要求是什麼 你美國他就要求了 我要帶著50萬的資金 或者要求有大學的學歷 或者是要求 不拉不拉 你要求什麼 你要求什麼樣的人 我們就在這裡 好 跟你你這些人 我哪批人 第一批人到這個薩斯 第二批人到那個 埃德華或者是到哪個地心 我們就跟你把這個人 細化 這就叫細分 你哪些人到哪些地方去 或者年輕人怎麼樣 到哪些 參加哪個學校考試 你既然說台灣人可以 想做和美國人民一樣的 這個待遇 我那麼 我也有資格去參加考試 參加應聘 參加招工 這個就叫做途徑 解決了解決 解構這個 這個台美關係的一個途徑 你就把這個問題 把那個大陸和那個矛盾呢 就變成了美台之間的 解決具體問題的矛盾 這就矛盾轉化了 轉化了 好 我這個時候 我大陸我就站在第三角的情況下 我可以調節和協調你美台之間的關係 我就站在這裡就處理 就像我就成了另外一個 一個 你如果缺錢 或者缺設備 我可以 需不需要我大陸來幫忙啊 需不需要我大陸來 用船來給他們送過去啊 需不需要我這個怎麼樣 同時我另外一手 我把他們的 這些人找的人的資產給他收購回來 我因為台灣的土地將來要國有化 國有化之後我才能搞建設 台灣建設之後 我才能成為國家一體化 資源 資源才能重新那個 逆周期 這叫順周期 還有資源青山立水嗎 就是金山英山嗎 我們才能把台灣變成金山英山嗎 這就是人無遠慮必有盡憂 你有了這個考慮考量 你就知道這個時候 這個世界台灣問題 未來十年怎麼做 未來一百年怎麼做 未來一年 這一年必須解決台灣問題的回歸問題嗎 這個問題能不能解決 當然能夠了 台灣問題已經到了這個水稻期通 這個農包已經冰入高荒了嘛 才多已經絕對搞不成 美國也不成 哪裏也不成 後兩養的嘛 蔡英文那現在沒有出 現在那個在 買了飛機也不敢用 無人機不敢用 你敢用 蔡英文那腦袋就沒有了 首先無人機你要去使用那個 就把你石頭砸自己 你使用什麼 什麼東西就砸到台灣的腦袋上 那會把台灣帶來滅頂之災 對吧 營火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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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個 那 你現在在外國的手機裡面翻跟頭呢 這個問題 你美國在派航空母艦以後 你不敢打 你美國憑什麼在南海 在台海在經濟發展 因為那是中國的地方 中國的近海防禦的能力 是飽和性攻擊 你美國現在 國內的疫情是最嚴重的 所以美國現在是 先內政後外交 現在美國自身的難保 所以 中國大陸要有清醒的認識 美國不敢在台灣地區 或者南海地區 真正的跟中國發生衝動 戰略衝動 這就是一個 你要有底氣 要有信心 同時要有方法 就我剛才講了 發現問題的核心 找到問題的解決的目標 然後找到途徑 途徑有了之後還有對策 對策 對策呢 我現在在大陸呢 對策 我得趕緊抓緊時間 培養那些 願意赴台 或者準備在台灣 那個工作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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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大陸兩岸的政策 熟悉大陸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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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經濟 能夠將來能夠在這裡的 起到一個 起到一個 能做善於做群眾工作 善於做這個瓦解工作 這樣一個特別能戰鬥的一個 志願者隊伍 將來就是 就是像那個 八路軍 西志軍 這個工作隊也好 是 學員書也好 就要去 就要培養這個人才這個隊伍 這批人走了 換了這批人來了 必須是顯示中國這個精英 而不是他們說的那些 那些叫台灣人看不起的 紅條鼻子 素條眼的那種 啊 什麼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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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素質啊 管理 因為到你 你如果你的中和素質 文化素質 科學素養基本功 邏輯性 講話邏輯 就像過去來講 這個過去的那個那個 那個老百姓 那個目目視頻 就要管理一個大城市 啊 土八路想管理大城市一樣 這個時候就被人瞧不起了 那你弄到好八年 你必須要培養一定的素質 對台灣人了無之大 同時就要對 人民有忠誠 為天地的一些 為那個那什麼 那什麼 台灣是個小農警的小缺信 你必須要有 大陸人必須要有個大的循環 有個大的志向 為人民服務這種 人民做人民公仆 不去為自己的拋金撈金 那些那那那那那那些倉光污吏 如果如果是騰光污吏去 我們就要發現一個 就要清理一個 這就是大陸應該做的一個對策 你有了對策 好了 這個針對途徑找對策 這個就是中風嘛 現在2021年這個疫情 那個也好 那個COVID-19也好 還有建設也好 這個 我們把拜登就看成是個中風 借這個中風 來解決問題 他儘管那個布林肯 我看到他的嘴上講的合作 其實裡面就是競爭 而且還很大程度上 帶著特朗普的一種 帶著一種很大的戒心 所以呢 這個問題呢 就是說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千萬不要忘記這個 搞好中美關係的一個信心 就像習近平說得很好 我們有一千個理由 搞好中美關係 而沒有一條理由 搞不好中美關係 只要有這麼一個信心 只要有這麼一個胸懷 你把兩千三百萬 臺灣人都願意 他們尊重他們的選擇自由 那臺灣問題就解放了 同時 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臺灣問題操之在我責心 操之在臺責狂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